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在实际问题中,运动模型的构建问题。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及任务,一,进一步理解自由落体运动、平抛运动、匀速圆柱运动等运动模型的特征。 二,能在实际运动问题中构建相应的模型,解决具体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学习过的典型的运动模型。 当物体受到的力为0,或力和速度贡献的时候,物体做直线运动。 关于直线运动,我们学习过的两种典型的理想化的运动模型,一个是匀速直线运动,一个是匀变速直线运动。 物体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时候,它的速度是不变的,它的位移随时间均匀增加,x等于Vt。 当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时候,它的速度随时间是均匀变化的,Vt等于V0加上at。 位移x等于V0t加上1⅔at方。 自由落体运动就属于一种典型的匀变速直线运动。 当物体保持出速度为0,自由下落的时候,如果只受重力的作用,那么这个运动我们就称为自由落体运动。 物体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它的速度Vt等于Gt,下落的高度h等于1⅔gt方。 当物体受到的力和速度不贡献的时候,物体将做曲线运动。 我们学习过的两种曲线运动的典型的模型是抛体运动和圆周运动。 抛体运动是云变速曲线运动。 研究抛体运动的方法是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我们以平抛运动为例,平抛运动是物体具有水平方向的出速度,只受重力作用下的曲线运动。 把平抛运动沿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分解,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竖直方向做自由落体运动。 所以水平方向它的速度是不变的,位移随时间均匀增加。 竖直方向Vy等于Gt,y等于1⅔gt方。 那么经过时间T之后,这个物体运动到哪儿,速度达到多少呢? 我们再根据运动的合成,达到的速度V等于根号下Vx方加上Vy方。 它的方向我们用速度角来表示,摊进的α等于Vy比Vx。 经过时间T的位移L等于根号下X方加上Y方。 方向用位移角来描述,位移角的正切,摊进的θ等于Y比X。 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需要满足的则是 指向圆心的合力和分力提供向心力,即Fn等于Mv方比R。 这些就是我们前面所学习到的典型的运动模型。 那么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构建模型来解决问题呢? 通常对于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 首先进行信息的识别,其次进行问题的表征,然后进行模型的构建,最后解决问题。 信息的识别就是仔细审题,清楚认识问题发生的条件。 问题的表征就是在信息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受力分析,运动状态及过程分析, 利用画示意图、图表等方式,在头脑中形成对问题的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对问题全面清晰的认识基础上,通过突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构建合理的运动模型。 这就是模型的构建。 最后根据所建模型所遵循的规律,就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我们来看一道立体。 有一种傻光相机,它的曝光时间是固定不变的。 现在我们要估测一下相机的曝光时间。 大家其实可以暂停思考一下,如果让你估测一个相机的曝光时间,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有位同学提出了下述实验方案。 它从墙面前某点,使一个小狮子自由落下,对小狮子照相。 得到如图的照片,由于小狮子的运动,它在照片上留下一条模糊的竞技AB。 以至每块砖的平均厚度为6厘米,且下落起点到A点的竖直距离约为1.8米。 从这些信息估算该相机的曝光时间最接近于哪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个同学所提出来的实验方案,以及实验数据,来估测一下这个相机的曝光时间。 那我们首先呢,要进行一下信息的识别。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曝光时间。 这个曝光时间和这个小狮子的运动有什么关系? 这个连细其实就是在曝光时间内,相机拍下了小狮子的运动轨迹,就是这条模糊的竞技。 那么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这条竞技所对应的实际的下落距离是两层砖的厚度。 那么一层砖的厚度是6厘米,两层砖的厚度就是12厘米。 所以曝光时间是照片上竞技AB对应的时间。 照片上竞技AB对应的实际小狮子下落的高度为两块砖的厚度,是12厘米。 然后我们还知道的一个信息就是下落起点到A点的数值距离是1.8米。 下面我们在刚才信息识别的基础上,我们对整个问题再来认识一下。 小狮子从竞技开始,自由下落。 下落点距离A点的距离是1.8米。 AB就是照片上的划痕所对应的这段运动过程。 这段运动过程的位移HAB是两块砖的厚度12厘米。 小狮子在下落过程中受到重力和空气阻力的作用。 我们要求的就是小狮子从A到B的运动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相机的曝光时间。 怎么来求这段时间呢? 小狮子属于小而重的物体。 那么它在地球表面下落的阻力比重力要小得多。 如果计算不要求特别精确的话,那么这个阻力我们是可以忽略的。 这个时候这个小狮子的出速度为0,并且只受重力。 那么这个运动我们就可以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 根据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我们现在就可以求出小狮子从A到B的时间。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根据自由落体运动H等于2分之1这地方,我们先把小狮子从释放到A点的时间求出来。 TA等于根号下2HOA比G,算出来是0.6秒。 小狮子从O点落到B点所用的时间是根号下2倍的HOB比G。 HOB是HOA再加上HAB,算出来是0.62秒。 那么小狮子从A到B的时间,ΔT就等于TB-TA,算出来是0.02秒。 这个时间就是傻瓜相机的曝光时间。 所以这要题的答案呢,就是选C。 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机羽云的底部,对地面的距离,大约在400米到1000米,有的甚至更高。 那么雨滴从高空坠落,你能估算雨滴落地的速度吗? 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要想估算雨滴的落地速度,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雨滴的运动过程。 那么雨滴从高空坠落,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吗? 如果我们把雨滴的下落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雨滴的落地速度大概应该是多少。 在这里呢,H呢,我们取500米。 算出来的这个数,应该是100米每秒。 那么显然这个结果是不正确的,100米每秒,这个速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子弹的运动速度了。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有经验,雨滴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并不大。 其实雨滴下落的时候,它还受到阻力的作用。 这个阻力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所以雨滴下落的运动是不能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的。 为什么雨滴下落的时候阻力不能忽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雨滴在空气中由静止开始沿竖直方向下落,雨滴运动的速度V,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图所示。 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雨滴的速度逐渐增大,做的是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 经过T1,速度达到Vm。 这是雨滴下落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此后雨滴以速度Vm做匀速直线运动。 雨滴的质量为M,重力加速度为G。 若雨滴在下落过程中所受空气阻力的大小F,与其速率的平方呈正比,F等于KV方。 则雨滴匀速下落时,速度Vm的大小为多少。 这道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雨滴下落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空气阻力是和速率正相关的。 那么速率越大,阻力越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雨滴下落的时候,由于它速度越来越大,那么这个阻力的影响就不能忽略。 雨滴实际上做的运动已经不能看作是云加速直线运动了。 它做的是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 在它向下加速运动的过程中,阻力越来越大,所以它的加速度越来越小。 它的加速度等于G减确F除上M。 当加速度等于0的时候,也就是重力和阻力相等的时候,这个时候速度达到最大。 由此我们就可以求出来Vm应该等于Mg除以K在开根号。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RB。 从这道题我们可以看出,不是自由下落的物体都能够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的。 只有某些情况阻力远远小于重力的时候,才能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 当阻力的影响不能忽略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不能再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了。 下面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同步卫星如果忽然制动了,速度变成0,将做什么运动? 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同步卫星是在距地面36000公里的轨道上,让地球同步做匀速圆轴运动。 如果突然速度变成0了,那么它在地球给它的引力作用下,将做落向地球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自由落体运动吗? 从受力情况看,同步卫星受到地球给它的引力作用,在地球大气层以外是不受到空气阻力的作用的。 但是同步卫星落向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挽有引力随着高度的减小是要变大的。 同步卫星落向地球的时候做的是加速度增大的加速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不能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 所以对一个自由下落的物体,只有在地球表面速度不太大的时候,才能够看作是自由落体运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如同所示,爬球场总长是18米,设球网高度是2米。 运动员站在网前3米处,正对着球网,跳起将球水平击出。 若击球高度为2.5米,为使球既不触网又不出界,球水平击球的速度范围是多少。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怎么去找到水平击球的速度范围呢? 首先我们再对这个实际问题当中所给的信息做一个识别。 排球场总长是18米,球网高度是2米,运动员站在网前3米处,跳起水平击球。 击球高度是2.5米,那么这些移植条件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好理解。 为使球既不触网又不出界,求水平击球的速度范围。 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既不触网又不出界? 为了描述这个条件,我们以击球点为圆点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 击球的高度和球网的高度差是0.5。 当x等于3米的时候,y要小于0.5米才能不出网。 那什么叫不出界呢? 就是当y等于2.5米的时候,x应该是小于12米。 下面呢,我们再来通过分析来看一下,这道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人跳起来水平击球,那么球将以水平速度飞出。 球在飞出的过程中受到重力和阻力的作用,做曲线运动。 然后我们要球的问题是,这个球既不触网也不出界,水平速度的范围。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球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对于球来讲,它所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于重力也是比较小的。 那么如果忽略空气阻力的话,这个球就只受重力作用。 它具有水平方向的出速度,所以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看作是平抛运动。 这样根据平抛运动的研究方法以及它所遵循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求出来球的水平速度的范围。 刚好不触网,这时候的速度是一个最小的速度。 是3倍根号10米每秒。 球刚好不出界,对应的这个速度是一个最大速度。 那么同样根据X等于VT,H等于1分之1这地方, 球出来最大速度是12倍的根号2米每秒。 这样的话,球的水平速度范围就是在3倍的根号10米每秒到12倍的根号2米每秒之间。 这个机球的范围是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得到的数值。 那么再严格点说,如果考虑到空气阻力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速度范围实际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牛顿设想,把物体从高山上水平抛出,速度一次比一次大,落地点就一次比一次远。 如果速度足够大,物体就不再落回地面,它将绕地球运动,成为人造地球卫星。 同样是受地球的引力,随着抛出速度增大,物体会从做平抛运动逐渐变为做圆周运动。 请分析原因。 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要想分析,随着抛出速度增大,物体从平抛运动逐渐变为圆周运动的原因。 那么,首先我们就应该清楚,把物体从高山上水平抛出,速度不太大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运动能看作是平抛运动。 对于这个物体来讲,它在高山上所受到的重力等于地球给它的万有引力。 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地球的自转。 那么,物体从高山上往下落的过程当中,它所受到的万有引力,其实是在变化的。 但是由于地球上的高山一般不会超过几千米,而地球的半径是6400千米。 所以这样的话,物体从高山上往下落的过程当中,物体受到的万有引力的大小我们可以认为是不变的。 那么,至于方向,由于那速度不太大,物体往下落的过程当中,它所受到的这个重力的方向,基本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 这样的话,这个运动才能够看作是平抛运动。 但是随着速度的增大,为什么会变成圆周运动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图,当物体以某个速度抛出的时候,如果它刚好沿中间这条曲线往下落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在它下落的过程中的不同的位置,所受到的万有引力的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是它一直是指向地球的球心。 虽然这个时候,万有引力的大小仍然可以看作是不变的,但是方向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这个运动已经不再是平抛运动了。 那么如果速度再大一些的话, 当大的万有引力正好等于MV方比R,也就是万有引力提供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落回地球表面,而绕着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 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当实际问题的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比如说速度变大,导致运动范围变大。 这个时候,模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这节课主要讨论了在实际问题当中如何构建自由落体模型和平抛运动模型。 那么在实际运动问题中构建模型,一定要根据实际问题所给的信息,分析清楚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要抓住主要因素构建模型解决问题。 当某些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次要的因素有可能变成不可忽略的主要因素。 此时构建的模型就要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这节课的作业,一个是反思体会在实际问题中运动模型的建构。 第二个,下载并完成课后作业。 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能量视角下的曲线运动。 其实关于曲线运动呢,我们之前已经进入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那么关于曲线运动,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平抛运动和圆周运动。 至于对于能量的理解,我们知道,它往往伴随着一些能量的转化。 对于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来说,限速度、角速度均不发生改变,所以对于能量的利用呢,较少。 因此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竖直面内的圆周运动。 首先,带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知识。 我们知道,平抛运动可以分解为水平的匀速质运动和竖直的自由落体运动。 而竖直面的圆周运动,主要考察的是最低点和最高点。 首先,请大家暂停视频,我们把相关的知识做一个回顾。 开始。 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S等于V0T,VX等于V0,H等于2GT方,VY等于GT。 对于数值面内的圆周运动,最高点的情况呢,其实较为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往往这个最高点的受力不一定是怎么样的。 例如,我们的杆或者管道的最高点,这个支持力的方向是未知的。 我们需要具体的分析,因此这里只给出F核等MV方比R。 而对于最低点来说,N-MG等MV方比R。 因为在最低点,支持力必须向上,否则没有力来提供支持力。 好了,那么这是我们之前从运动学或牛顿定律的角度去分析的两种运动。 那么,从能量角度呢,我们知道,平抛运动,它物体只受重力,因此一定是极限能守恒的。 所以我们往往也可以利用极限能守恒来解决问题。 当然,与此同时还可以用动能定律,因为只有重力做工,所以重力就是核外力,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至于树质面对的圆周运动,我们知道,往往需要研究的是两个点之间的联系,例如物体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或者从圆的某一位置到另一位置。 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考虑采用动能定律了,因为牛顿定律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解决的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用极限能守恒定律。 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判断物体在运动的过程中是否极限能守恒。 如果极限能不守恒,则不可以利用极限能守恒定律,必须用动能定律。 简单的复习之后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一些在我们物理体中常见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模型我们应该是比较眼熟的。 摆线的自然下落,在管道中的圆周运动,在轨道的圆周运动,平抛,包括右下角的两个。 在斜面上的云变速之间运动和管道中的云变速之间运动。 那么,这些模型大家可以发现,对于圆运动来说,我们如果研究的是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的话,只能够用能量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对于抛体和云变速之间运动来说,我们既可以利用运动学知识解决问题,也可以走能量的角度。 所以,在以后遇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探讨。 那么,以上的模型较为简单,如果我把以上的模型稍稍结合一下,又会怎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四幅图,第一幅图,摆线和平抛的结合,在最低点时断了。 当然,这个和最后一幅图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第一种情况,可能不一定是摆线,也有可能是轨道下落。 第二幅图,云变速直线运动和圆轨道的结合。 第三幅图,两个圆轨道和一个竖直轨道的结合。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这本身就是上面,上一页PPT的几幅图的结合。 因此,我们只要会上面的一幅图的分析,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多过程的曲线运动,也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那么,说到了多过程,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物体做多段曲线运动的时候,这类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 那么,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关键点。 第一,找特殊点,最高点,最低点,或者出没位置。 那么,对于本题,我们一看右图,显然A,B,C,这是我们找的三个特殊点。 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往往探讨的是A,B,C。 第二,确定研究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这个问题中,显然A,B和B,C两个阶段。 当然,我们这里要强调一下,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还可以研究从A到C的变化。 所以,这里边不止可研究A,B,B,C,还有一个整体的分析。 第三,选定合适的阶段,用动能地理或极限的守恒列相关的方程。 我们要强调一下,当阶段内包含数值面内的圆周运动的时候, 以我们高中的知识来说,必须用能量来解决。 例如,我研究的是A,B段的运动。 那么,显然只能够用能量解决了,重力做功,内动能变化。 如果研究AC呢? 其实,显然也只能用能量角度,从A到C有哪些力做的功。 但如果阶段内只包含云变速运动或者是平抛, 那么,则可以考虑用能量或者是运动学的知识求解。 那么,就要看具体的问题中怎么考察的了。 当然,我们强调一下,如果在云变速运动或平抛运动的时候, 题目中涉及到需要用到时间T的时候, 则尽量采用运动学知识。 因为我们知道,能量的题目中不涉及到时间打斗情况下。 第四呢,就是弄清楚各阶段之间的联系。 例如,本题中显然B点就是两个阶段的联系。 那么,B点的速度或者B点的动能将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么,有了以上的几个特点和技巧, 我们结合之前所学的曲线运动或者能量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多过程的曲线运动了。 好,我们进入具体的CT一块来看一下。 另一,如图所示,是某同学设计的一个实验装置, 一个内壁光滑的矩形框架, 竖直固定在水平地面上。 一个质量为大M等于0.48千克, 半径为R等于0.5的光滑金属圆环竖直放在框架内。 圆环左右刚好与框架两臂相接触。 一个质量为小M等于0.1千克的光滑小球, 放在圆环内的底部。 在圆环底部敲击一下小球, 使小球突然获得一个水平的出速度, 小球便在圆环内运动。 该同学通过实验总结出, 小球出速度存在一个范围, 在此范围内, 小球既能够在圆环内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且小球运动到圆环最高点时, 圆环还不能离开框架底部。 重力加速度G等于10米每秒平方。 请你帮助该同学求出小球出速度的这一范围。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单纯的数值面内的圆周运动。 大家想一下, 这个范围应该有怎样的特色呢? 好,现在请大家暂停视频开始。 好,我们一块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考察了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小值显而易见就是能够完成完整的圆周运动的那个速度。 速度太小了, 我们知道小球是不能完成圆周运动的。 而至于最大值呢? 如果速度太大, 在最高点的时候, 小球会给圆环一个向上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如果比重力还大, 那么圆环将不能, 圆环的重力提供的支持力不能够满足小球做圆周运动。 那么此时此刻圆环将会被顶起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两个范围了。 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当小球速度最小值为V1时, 设小球运动到最高点时速度为V。 此时小球在最高点时, 小球对圆环恰好没有压力。 那么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我们可以列机器能守抗的式子, 因为本体无摩擦。 所以2-MV1方等于2-MV2加2MGR。 当然,这里特别强调, 我们也是可以列动能地理的式子的。 如果列动能地理的式子, 我们就知道了,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重力做复工, 所以应该是-2MGR等于动能标划量, 应该是莫动能减初动能2分之mV1方减去2分之mV1方。 两个式子,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发现, 通过一项之后是没有区别的。 而在最高点, 我们可以知道重力是等于MV方比R的, 这是能够通过最高点的最小的这个响心力了。 因此, 得出来的结论V1等于5mm秒, 比这个速度小, 小球将无法完成完整的圆转运动。 而球最大值时呢, 我们应该知道是圆环对框架恰好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要设最大值为V2, 此时在最高点的速度为V'。 同样, 此时圆环对小球的压力为F, 我们可以列出来动能定理或者极限的首方的式子, 2分之mV2方等于2分之mV'方加上2mgR。 在最高点, F加Mg等于mV'方比R。 对圆环列式子, F等于大Mg, 最终解答V2等于7mm秒。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比7mm秒大, 就意味着圆环会被小球顶起来, 所以最终小球的速度范围应该是5mm到7mm秒。 不知道这个问题来要求解是否正确呢?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例题。 如初所示, 光滑曲面轨道至于高度为大H等于1.8mm的平台上, 其末端切线水平, 另一长木板两端分别搁在轨道末端, 端点和水平地面间, 构策成轻角为37度的斜面, 整个装置固定在树质平面内, 一个可视作制点的质量为0.1000克的小球, 从光滑曲面上由静止开始下滑, 特别强调, 不计空气阻力, 计取10mm秒的平方, 赛37度等于0.6, 扣赛37度等于0.8。 若小球下滑后做平抛运动, 正好击中木板的木端, 则释放小球的高度为多大? 2.是推导小球下滑后做平抛运动, 第一次撞击木板时的动能, 与它下滑的高度h的关系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段特殊的曲线运动, 和一个平抛的结合,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刚才提到的四点解体技巧分析, 两段我们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它们的联系点又是哪些? 好, 现在请大家暂停视频, 自行解决问题。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第一问, 正好落在了木板的末端, 所以呢, h等于2分之7体方, s等于v1t, 至于s的一朵少呢, 它显然等于h比探际了z, 最终连接上市, 就可以说v1等于4米每秒, 我们知道4米每秒就是两段运动的联系了。 所以我们再设, 释放小学的高度为h1, mgh1等于r分之mv1方, h1最终求出来等于0.8米。 好, 这就是第一问了,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一块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问的是莫动能, 所以我们需要求解的就是h和莫动能之间的关系。 因此首先, 有极限的守恒定律或者动能定律, 得出来mgh等于r分之mv0方。 而对于下面的平抛来说, 我们把它分为数值和水平两个运动, 分别研究y等于r分之7体方, x等于v0t, tnc等于y比x, vy等于gt, vt等于v0方加vy方。 最终, Ek等于r分之mvt方, 连利所有的式子就可以得出来了Ek等于3.25h。 那么在这个问题中,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这个平抛运动来说, 想要通过能量直接解决, 貌似不是特别轻松。 我们知道, 要寻求x和y之间的关系, 必须涉及到时间体。 所以这里呢, 就告诫大家, 不要掌握一个方法之后, 就完全使用它。 例如本节课, 我们学到了说, 利用能量的角度, 去解决取歇运动的问题。 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 都想要用能量。 我们往往会走进私胡同。 因此, 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灵活应用所有的关于曲线运动的方法和思路。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水上滑梯, 我们可以把这个滑梯简化成如图的模式。 斜槽AB和光滑圆弧槽BC平滑连接, 斜槽AB的高度差, H大约是等于0.66米英, 斜槽C等于37度, 圆槽BC的半径等于3.0米英, 斜槽末端C点的水平切线, C点与水平面的距离H等于0.8米, 人与AB的摩擦因数μ等于0.2, 取重置加速度G等于10亿秒平方, cos37度0.8, sine37度等于0.6, 一个这样为30千克的小朋友, 从滑梯顶端A点无出速度, 最后下滑, 不计空气阻力。 由于PPT空间不够, 请大家这里先截屏或者手机拍照题目。 在提示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一块看一下, 这个问题显然一共分了三段, AB,BC和C之后的平抛, 所以我们对于问题的研究, 其实往往可以分为AB,BC和C到D面, 但是也可以研究从A到C, 所以需要大家灵活掌握。 好,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第一问, 小朋友沿斜槽AB下滑时加速度A的大小。 第二问, 小朋友滑到C点时的速度V, 即滑到C点时受到槽面的支持力FC的大小。 第三点, 从C点滑出, 执着到水面的过程中, 小朋友在水平方向的位移X的大小。 好, 现在请大家暂停视频开始。 来, 我们一块看这个问题。 首先, 第一问是一个纯粹的牛顿定律和运动学的知识。 小朋友沿AB下滑受理情况如此所示,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 mg赛赛减摩擦力ff等于ma, ffu等于μfn, 最终fn等于mg空赛赛。 连理可得a等于4.4mm的平方。 第二问, 小朋友从A滑到C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直接列动能定律的狮子。 期间, 我们知道mg做了h的弓, 这是在斜面上的弓。 那么这个阶段内, 还有摩擦力做弓。 当然, 在圆弧轨道, 我们重力还做了mg大R, 乘上1-cosθ的弓。 这个阶段内, 没有阻力做弓。 因此, 这是全部的和埃里托弓, 应该等于2分之较mv2-0。 那么, 就再回来了v, 等于10mm。 当然, 对于这一问来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先从A到B列式子, 求出B点的速度, 再从B到C, 也可以求出C点的速度。 当然, 两种思路没有对错, 只有我们更合适或不合适。 希望大家能够灵活掌握。 最终求得v等于10mm每秒。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低点的式子, 所以是fc-mg.mv2比r, 得回来fc等于1300牛。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题,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行思考。 某兴趣小组设计了如图索式的玩具轨道, 其中2008四个等高数字内, 用光滑的薄臂细管弯成, 固定在数字平面内。 所有的数字均由圆或者半圆组成, 圆半径比细管的内径大得多。 底端与水平地面相切, 弹射装置将一个小物体, 以VA等于5米每秒的水平速度由A点弹出, 从B点进入轨道, 依次经过8002后, 从P点水平抛出。 小物体与地面AB断尖的动摩擦因素μ等于0.3, 不计其他机械能损失, 以至AB段长度L等于1.5米, 数字0的半径R等于0.2米。 小物体质量0.01千克, 计取10米每秒平方。 求小物体从P点抛出后的水平射程, 第二, 小物体经过数字0的最高点是管道对小物体的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 好, 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分为了好几个阶段, 那么这里主要考察的大家就是能够合理的选用适当的阶段。 给大家点提示,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从A列到管道中的任意一点。 当然也可以从B列。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教给大家自行解决。 请大家暂停视频。 好, 我们来公布单。 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答对了没有。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弹力做工与弹性势能的有关内容。 本节的学习目标及任务。 一, 掌握分析便利做工的方法。 二, 理解弹力做工与弹性势能的关系。 三, 掌握应用动能定理及能量守恒分析弹性势能的方法。 首先, 我们先来看怎样求弹力做的工。 之前我们学习过了横力做工的方法, 即可以用公式w等于fxcosθ去进行表示。 那么对于弹簧产生的弹力, 会随着弹簧形变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因此, 想要分析弹簧弹力做的工, 就会涉及到弹力是便利的问题。 那怎样求便利做的工呢? 今天我们就通过分析弹簧弹力做工, 来找到求解便利做工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将一轻质弹簧, 用水平向右的拉力, 缓慢将它拉伸形变量为l。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拉力的大小与弹簧产生弹力的大小总是相等的。 G我们可以写为F拉等于F等于K乘以L。 由于形变量L在发生变化, 所以整个过程中拉力和弹力均为便利。 那么我们如何把便利做的工, 能够转化为求横力做工呢? 我们说我们可以将弹簧从A到B的过程, 即从圆长到拉伸至形变量为L的过程, 分成很多个小段。 可以将L的形变看作是由ΔL1,ΔL2,ΔL3等很多个小段组成。 那么在每个小段上,弹簧产生的弹力, 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是不变的。 其可以表示为F1,F2,F3等等。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在弹簧形变的每一小段过程中, 产生的拉力, 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恒定不变的, 因为拉力的大小与弹簧弹力大小是相等的。 由此,此过程中拉力做的工, 我们就可以表示为W6拉等于F1乘以ΔL1加上F2乘以ΔL2等等等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求解便利做工的这样一种方法。 我们简要回忆一下。 首先,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使用了微分的四项方法, 即将弹簧的整个的形变量L分成无限多个小份。 我们还使用了画变量为恒量的方法, 即在每个小段上, 弹力是变力, 但是由于每一小段弹簧的形变很小, 我们可以将此过程中尽此看成是恒力。 最后, 我们又使用了七分的思想方法。 那么, 每一小段弹力做工之和, 即为总过程当中弹力做工之和, 也就是每一小段过程中拉力做工之和, 即为总的拉力做工之和。 这就是我们来分析弹簧弹力做工的方法。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对问题去进行分析, 以前我们有没有过这种分析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实际上以前我们用过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即在分析变速直线运动过程中。 我们说如图所示, 如果某物体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我想求解在一段时间内该物体走过的位移, 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近似的把整个的云变速运动过程中, 拆分成几个匀速过程。 那每一段匀速过程中走过的位移, 即可以用矩形的面积去表示。 左侧第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取的时间段比较长的时候, 矩形的面积与相对应的变速过程中的, T形的面积去比, 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是我们看中间的图, 当我们取的时间段越来越短的时候, 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小。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取的时间段趋于0的时候, 即3T趋于0时, 那么矩形的面积即和T形的面积完全重合了。 那这样的话, 整个变速直线当中, VT图现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即可表示为在这段时间内物体走过的位移, 即速度图现与坐标轴所谓面积为这段时间内的位移。 下面我们再来看刚才拉力将弹簧缓慢拉伸至形变为L的过程。 那此过程中, 我们知道拉力我们可以表示为K乘以L, 随着弹簧形变的变化, 拉力是变化。 那我们可以做出拉力随弹簧形变的凸显。 那我们可以将此过程分成几段。 那每一段内, 我们可以近似的看成是横令不变的拉力。 那在这一小段内, 看成横力拉力所做的功, 即为横力与L所为这部分的面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部分的面积与变力做功去比,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同样的, 当我们将L分成无限多个小份时, 即当ΔL趋零的时候, 举形的面积就和我们的T形的面积完全重合。 那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拉力所做的功, 等于图现与横轴所为的面积。 根据数学原理,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面积就等于三角形的面积。 代入数学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W拉等于1分之1k乘以L的平方。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中拉力所做的功,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弹簧弹力所做的功, 应该等于负的1分之1k乘以L的平方。 因为此过程中, 拉力所做的功与弹簧弹力所做的功, 一正一负绝对值是相等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 由于弹力做功等于负的2分之1k乘以L方, 那么根据功能的关系我们知道, 弹力做负功弹性失能应该增加, 弹力做功应该等于负的弹性失能的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此时弹簧所具有的弹性失能即为2分之1k乘以L的平方。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应该知道了, 当我们遇到便利做功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力与位移图像来分析该便利做功的。 同时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了弹力做功与弹性失能变化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分析弹性失能。 离,此处大家可以暂停一会儿, 自己先认真读题, 然后将分析的过程写在练习本上。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 首先, 加一两同学分别做出了弹力随形变变化的图像。 那我们根据胡克定律, F等于KX可以知道, 弹力F应该与弹簧形变X乘正比。 根据图像我们能看出来, 这两个图像都是正比例函数图像。 所以图像应该画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力是一正一负呢? 实际上是由于甲乙两同学只是取的力的正方向不同。 所以这两位同学的示意图都是可以的。 第二问, 当物块沿X轴从O点运动到位置X的过程中, 弹力应该做负功。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FX图现与X轴所围成的面积等于弹力做工的大小。 所以此过程中弹力做工为 W弹等于负的二分之一KX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问, 当物块由X1向右运动到X3的过程中, 弹力做工, 我们知道此过程中弹力做工, 为负。 我们设此过程中弹力做工为W1。 那由此我们可以得到W1等于负的二分之一K, 括号X1加X3括号。 最终代入数据我们可以得到W1等于二分之一KX1的平方减二分之一KX3的平方。 那么整个过程中弹力做工为负的二分之一KX3的平方减二分之一KX2的平方。 我们设为W2。 带入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得到W1等于二分之一KX3的平方减二分之一KX2的平方。 不知道大家此处看出来没有。 当物块从X1运动到X3, 再从X3运动到X2的过程中弹力所做的工, 与物块直接由X1运动到X2过程中弹力做工是相等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弹力做工的这样一个特点。 即弹簧弹力做工与路径无关, 只由弹簧的出没位置决定。 大家看到此处一定想起来, 前面我们所学的重力做工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即重力做工与路径无关, 只由出没位置来决定。 例二,此处大家可以暂停一会儿, 自己先审题, 然后在练习本上把分析的过程写清楚。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该问题。 首先,第一问, 求物体在C处具有的重力是呢? 根据图当中给的信息, 我们知道, 我们选取B为零式能面, 这是题杆当中给定的信息。 由此,我们就可以分析, 对物体在C处, 那么所具有的重力适能, EP应该等于MG乘以H2。 那么, 物体在位置A处时, 具有的弹性适能是多少呢? 那我们还是对物体来分析, 我们分析从A到C这个过程, 那么此过程中, 由机械能守恒可以知道, EP加上括号负的MGH1括号, 等于MGH2。 等号左侧表示, 物体在A处所具有的重力适能与弹性智能之合。 等号右侧表示, 物体在C处所具有的重力适能。 由此, 可以得到EP等于MGH1加MGH2。 第三个, 物体上升过程中获得最大速度是弹簧的形变量。 那我们想求此时的形变量, 就要知道此时弹簧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那根据运动学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 当物体速度达到最大时, 弹簧的弹力与重力大小应该是相当的。 根据受理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KΔX等于MG, 由此可以得到ΔX等于MG比K。 第三, 此处大家可以暂停一会儿, 自己先仔细审题, 然后在练习本上将分析过程写清楚。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该问题。 第一问, 当滑块恰好滑过F点时, 那根据物块在F点应该做圆周运动, 我们可以知道, 恰好通过F点, 则重力刚好提供向心力, 带入数据我们可以得到VF应该等于一米每秒。 那么第二问, 我们想分析滑块从E到B这个运动过程, 我们可以根据动能定理。 那此过程中, 重力做复工, 摩擦力做复工, 最终到达B点时速度减为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负的Mgh减去μmgcosc的, 再乘立L除以cosc, 等于0-Fm为一方。 那么在一点处, 我们应该知道, 滑块应该受到支持力的做和重力的做, 支持力与重力的合力提供向心力, 带入相应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FN应该等于14年。 下面我们再来看, 对滑块我们来进行分析, 那么从起始点O一直运动到B点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应用动能定理, 此过程中弹簧弹力做正工, 那么到B点的过程中, 重力做了复工, 同时还有摩擦力做复工, 到B点时速度也减为0, 由此可以得到W弹-Mgh, 减μmg乘以括号, L1加L2括号, 等于0-0。 其中弹簧弹力做工, 其中弹簧弹力做工应该等于初始时弹簧的弹性时劲。 那么此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列能量守红的方式, 即EP0等于Mgh加μmg乘以括号, L1加L2括号, 那左侧EP0表示起始状态时的弹性时劳, 等号右侧Mgh表示, 物块到达B点时所具有的重力时劳, 同时在此过程中, 还有摩擦升热, 摩擦升热的值为μmg乘以括号, L1加L2括号, 带入相应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求解出, 其实弹性时劳值EP0等于0.8角, 通过这个问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 整个分析弹性时劳的过程, 我们实质上可以就选择以前的动能定理, 以及能量守恒的方式来进行分析, 好, 我们下面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进行简单小节,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需要掌握分析便利做工的方法, 第二, 我们要能够理解弹力做工与弹性时劳之间的关系, 第三, 我们应该掌握应动能定理, 及能量守恒, 分析弹性时劳的方法, 今天的作业完成课后练习,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的课题是, 机械能守恒与功能关系,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学习目标与要求, 一, 知道工和能量转化的对应关系, 二, 理解工是能量转化的良度, 三, 会利用功能原理解决有关机械能变化的问题, 之前我们学习了动能定理, 合力做的工或个力做工的代数核等于物体动能的变化量, 重力做工等于物体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弹力做工等于弹性势能的减少量, 机械能守恒, 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做工的物体系统内, 动能与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而总的机械能保持不变, 有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力做工改变物体的机械能呢? 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分析一下, 物体在下落过程中, 先后经过据地面高度为H1、H2的AB两点, 已知空气阻力横为F, 则物体由A到B下落过程中, 机械能的变化是多少? 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存在空气阻力, 所以机械能不守恒, 还是先从动能定理入手, 在这个过程中, 有重力、空气阻力做工, 它们做工之和等于物体动能的增量。 因重力做工等于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整理一下有, 阻力做工等于不能的增量, 加上势能的增量, 也就等于机械能的增量, 即阻力做工等于物体机械能的变化量。 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阻力做副工等于负的F, 所以, 所以物体由A到B下落过程中, 阻力做副工, 机械能减少F, 括号H1-H2。 在这个分析过程中, 我们发现, 如果将动能定理等号左边的重力做工, 移到等号右边, 就变成了重力势能的增加量。 则, 等号左边就是除了重力以外, 其他力做工, 等号右边就是物体机械能的增量。 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功能原理。 功能原理也叫功能关系。 内容。 除重力弹力外, 其他力所做的总工等于物体机械能的变化量。 表达是, W除重力弹力等于ΔE等于12-11。 若W除重力弹力等于0, 即除重力弹力以外, 其他力不做工, 则机械能守恒。 若W除重力弹力大于0, 即除重力弹力外, 其他力做正工, 则机械能增加。 若W除重力弹力小于0, 即除重力弹力外, 其他力做副工, 则机械能减少。 下面, 我们再把常见的几对 功和能量变化的关系归纳一下。 对单个物体, 合力做工, 改变物体的动能。 重力做工, 改变物体的重力势能。 除重力弹力外, 其他力做工, 改变物体的机械能。 如果只有重力做工, 动能和势能相互转化, 机械能守恒。 我们看立一。 质量为M的物体, 以速度V0, 从地面竖直向上抛出。 物体落回地面时, 速度大小为3分之3为0。 受物体在运动过程中, 所受空气阻力大小不变。 求 一。 物体运动过程中, 所受空气阻力的大小。 二。 若不计物体落地碰撞过程中的能量损失, 物体运动的总路程。 这个过程, 既可以用动能定理, 也可以用功能原理。 当然, 在这儿, 我们用功能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问, 选取从抛出到第一次落回地面的过程。 设上升最大高度为H, 默认地面为重力势能零点。 由功能原理, 上升阶段, 除重力外, 阻力做工负的FH, 等于末状态机械能MGH, 减初状态机械能2分之1MV0方。 整个过程, 只有阻力做工负的F乘以2H, 等于末状态机械能2分之1M, 括号4分之3为0的平方, 减初状态机械能2分之1MV0方。 两式联力, 解得阻力大小等于25分之7倍的MG。 第二问, 设从抛出到最终停在地面, 总路程为S, 由功能原理, 阻力做工负Fs, 等于末状态机械能0, 减初状态机械能2分之1MV0方。 解得, 从抛出到最终停在地面, 总路程, S等于14G分之25V0方。 我们看例2, 物体以100胶耳的出动能, 从斜面底端向上运动。 当它通过斜面上的M点时, 动能减少80胶耳, 机械能减少32胶耳。 如果斜面足够长, 物体返回斜面底端时, 动能为多少。 由题目可以判断, 硬克服阻力做工而损失机械能。 从斜面底端上升到M点有, 外力做工包括重力阻力做工, 等于动能的增量, 等于-80胶耳。 除重力以外, 其他力做工, 也就是阻力做工, 等于机械能的增量, 等于-32胶耳。 因外力做工, 阻力做工都跟位移成正比, 则有动能的增量, 与机械能的增量, 大小的比, 等于-5比-2。 也就是说, 机械能损失, 占动能损失的2分分之2, 40分。 所以, 从斜面底端上升到最高点, 动能损失100胶耳, 机械能损失40胶耳。 那么, 从斜面底端上升到最高点, 再返回斜面底端, 重力势能不变, 阻力做工为上升阶段的2倍, 有功能原理。 除重力外, 其他力做工, 等于机械能的增量, 也就等于动能的增量, 等于-80胶耳。 因此, 物体返回斜面底端时, 动能为20胶耳。 我们看例三, 如图所示, 木块质量为大M, 放在光滑水平面上, 一质量为小M的子弹, 以出速度V0水平射入木块中, 最后二者, 一起以速度V, 匀速前进。 已知子弹收到的平均阻力为F, 子弹射入木块的深度为D, 木块移动的距离为S, 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 FD等于1分之1小MV0方, 减2分之1小MV0方, FD等于1分之1小MV0方, 减2分之1括号大M加小MV方, C, F乘以括号S加D等于2分之1小MV0方, 减2分之1括号大M加小MV方, D, Fs等于2分之1大MV方,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以地面为参考系, 由动能定理, 对子弹, 负F乘以括号S加D等于2分之1小MV方, 减2分之1小MV0方, 对木块, Fs等于2分之1大MV方, 减0, 两式联力得, 负FD等于2分之1括号大M加小MV方, 减2分之1小MV0方, 即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之核为负, 大小等于系统动能的减少量,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摩擦升热, 将系统的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具体的讲, 通过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 将子弹减少的动能, 一部分转移给木块, 另一部分转化为内能, 下面我们看四个选项, AB选项, 定位子弹射入木块的深度, 即子弹相对木块的位移, FD即摩擦力乘以相对位移, 应该等于系统动能的减少量, 所以A不对, B正确, C选项, S加D是子弹相对D的位移, F乘以括号S加D, 应该等于子弹动能的减少量, 所以C不对, B选项, S是木块对D的位移, Fs是木块动能的增加量, 所以D正确, 因此, 本题正确答案为BD, 例三中涉及到两个物体间,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的问题, 那么在物体系统中, 常见的相互作用内力有以下几种, 我们来分析比较一下它们做工的特点, 先看弹力,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接触面间绳杆的弹力, 这类弹力不涉及弹性适能, 比如AB两物体叠放在一起, 向上运动, A对B有压力, B对A有支持力, 对AB组成的物体系统, 它们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内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一个做正工, 一个做复工, 因作用点位移相同, 所以这一对弹力做工之和为零, 再看镜摩擦力, 仍以AB为例, 如果AB一起向右加速运动, 则B对A有向右的镜摩擦力, A对B有向左的镜摩擦力, 对AB组成的物体系统, 它们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内力, 一个做正工, 一个做复工, 且做工之和为零,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 我们刚才在例三中分析过了, 那么这三类相互作用的内力, 做工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相同点, 既可以对物体做正工, 也可以做复工, 还可以不做工, 一对相互作用力中, 一个力做正工, 另一个力可能做复工, 不做工的情况, 比如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 AB跌放水平运动时, AB接触面间相互作用的弹力, 不做工。 不同点, 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比较, 首先, 做工之和, 一对弹力做工之和为零, 一对净摩擦力做工之和为零,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之和为负, 且大小等于摩擦升热的内部分能量。 我们知道, 工是能量转化的良度, 做工的过程就是能量转化的过程, 那么一对相互作用的内力做工, 伴随着怎样的能量转化呢? 一对弹力做工, 将机械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不改变系统机械能总量。 一对净摩擦力做工, 将机械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不改变系统机械能总量。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 将一部分机械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将另一部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机械能总量减少。 前面,我们归纳了关于单个物体的工与能量变化的几个对应关系, 介绍了功能原理, 除了重力以外, 其他力做工等于物体机械能的增量。 那么, 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组成的物体系统, 工和能量变化的对应关系又是什么呢? 重力弹簧弹力做工, 对应着动能和势能相互转化, 不改变系统机械能。 系统相互作用内力中, 一对弹力及一对静摩擦力做工之合为零, 对应着机械能在系统内的转移, 不改变系统机械能。 所以, 这两种情况, 系统机械能守恒。 也就是, 在只有重力弹簧弹力做工时, 系统机械能守恒。 系统内,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工之合为负, 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除重力弹簧弹力外, 其他外力做工, 对应机械能与其他形式能发生转化。 这两种情况, 机械能不守恒。 用功能原理来反映这两部分做工与机械能的改变量的关系。 这两部分做工如果为正, 则系统的机械能增加。 这两部分做工为负, 系统机械能减少。 这两部分做工为零, 系统机械能守恒。 所以, 功能原理是更普遍的功与能量转化的关系。 机械能守恒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功能原理的表达形式。 我们这节课是在复习动能定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等知识的基础上, 介绍了功能原理, 进一步阐述了功与能量变化的对应关系。 希望大家对功是能量转化的良度有更深入的理解。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